现在差不多中午十二点 我来到这里就是Midland Air Festival 最大一个空中飞机展览 除了飞机之外 还包括了这个热气球 今天星期五晚第一日的活动 为什么要第一日来呢 因为其实最期待的是今晚的Firelight 只是星期五晚才有烟火表演 看影片都知道是很棒的 今晚的烟火表演 现在来到就已经见到场场的人龙 其实之前车都排了一轮才进到这里 前面还有几百尺才到门口 排了一轮队后 已经进了会场这里 进来就有个很高的G3在迎接我们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阳光普照 譬如我同行的朋友来到都说 哎呀忘记戴帽怎么算好呢 不用怎么算好 进来第一个档口就是卖帽了 如果你说哇今天全日了 怎么办 现在才十二点 怎么熬到今晚看这个烟火 十点几 这里有凳子卖给你 什么都不用带了 两口凤凤凤来到又没有卖又凳卖 如果怕晚点没有太阳冷 有无尖卖 那接着 接着过来了 来 启东西我就自己自备了 今早 不过如果你真的要两口凤凤凤来 都没问题 后面呢 大把东西卖给你 那现在趁早了 没什么人排队就好买定 原来晚点几两点就调龙应该很长 接着移过来 继续有其他的店铺 好像买点酒 走进去看看 店主给了我一点点酒 他说是二罚的 我听到二罚的朋友都吓了一跳 大家自己衡量了 第一口 味道也挺好的 甜甜的不难入口 例如买一瓶回家享受 看着全民做飞午 一路看一路喝都可以享受的 我觉得 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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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场地 又怎会只有刚刚求哪个角落 一小部分当口 如果转过来这边 这一道 这一道后面 整个辣都是当口 现在走过去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卖 和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铺 这一道菜 这一道就比较民族风 多些 亦都有些公仔 有帅 亦都有帽 亦都有帽 另外通常去大型活动都不会少得这一类的摊档 卖很多玩具车仔 之前我都在这店铺买到一架BOOFLY的车仔 这边有很多汽车品牌的帽子 这边有很多汽车品牌的帽子 六磅1个摸摸的硬度 这边有些记忆枕头 继续都是有帽子 这边有不同的草帽 这边有特别的 有吹气飞机仔 红色的 另外 今晚太阳 太阳眼镜又 没可能不少得 来看看 这边有很多不同的飞机 亦都有些飞机模型 发布交的飞机 既然这一个是飞机活动 那当然要买一些和飞机有关的东西 这边有很多飞机的图片 哇 这架直飞机这张照 超帅 喜欢扮漂亮呢 这档就对 如果有女性朋友来到的话 这边有很多很漂亮的 鲜花的头色 全部都很色彩 而卖这衣服都挺适合少女的 TOPGUN的朋友 这个档摊就适合你了 所有和飞行员有关的 帽子外套都在这里找到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件哈啡真的挺帅的 前提是你的样子有没有TOPGUN的那么帅 就先照一照镜 那我就在这里看摊位 一路走到会场的另一边 给大家看看 反方向看看这里 究竟有多少人已经来看飞行表演 下一部分回来 带大家去看看匈牙利的甜品究竟是怎样 还会和你们去看看日头的飞机表演 没错是日头的飞机表演 因为过了夜晚 是原来有另外的飞机表演的